大家好, 六月最後一日, 今日也是星期日 希望大家都有時間, 可以下來黎昌表撐一下, 華哥 是呀, 很靜呀, 確實這個六月份都很難 是, 最後一日, 最後一擊呀, 華哥找了些甚麼來推介給大家呢 最重要是你老友, 真是很慘, 找你幫忙, 一減再減, 都是要你幫忙再出片 好似見到兩隻第一次回來的Franc Miller 方形, 有隻Cornel, 有隻三針 真是超準的, 好似這隻, 普通三針 公價九萬六, 今日就二萬九千八, 三萬元都不用 可以下來看看, 配膠帶, 另外Cornel 這隻有多少錢呢 Cornel 這隻, 公價就十七萬九, 現在就五萬八千八 六萬都不用的, 很靚仔的, 紅黑, 即是Franc Miller 方形錶, 另外, 之前出了一條Franc Miller 好了, 大部份都是金錶和石英錶 今次找了兩隻自動的Franc Miller 這隻迷彩都買過了, 現在就再翻一隻 公價就十四萬左右, 現在就四萬九千八 五萬元都不用, 另外這隻 都是四萬四千八, 公價就十二萬八 對啦, Vanguard 的尺寸都偏大的, 男士門比較適合 可以來試上手, 看看是否合適你手形 才能考慮, 沒問題的 另外這兩隻都剩下很少量的 經過我這個頻道, 這一年幾兩年 都多了朋友是入手了一些金錶 金錶真的實在很划算 當你入手了一隻普通三針金錶 下一隻其實可以考慮, 有些複雜性的東西 支柏不用說, 這隻還要是年力錶 是, 年力錶, 沒錯 這隻公價就三十一萬多 你老友呢, 因為早期入了太多貨 是一減再減再減, 即現在八萬元的金錶 八萬元, 超抵 因為它還要是支柏自家機心 大家可以看到, 釘放很漂亮 還要是有年力的功能 銀面和黑面都割得一百隻 限量一百隻 手上還有很少很少量的味貨 大家如果有興趣, 入手 收藏一隻年力錶 可以考慮這隻支柏 八萬元, 八萬元搞定 另外IWC IWC 就不只是 懂得出飛行錶 這一隻 PORTUGIS 還要是白金殼 還有雙懷石 這隻呢, 因為都相當值 公價二十二萬二 現在就七萬七千元 七萬七 這隻BOY裝的 玫瑰金加一圈石 這隻公價十三萬九 現在五萬五 這隻 兩隻都是自動錶 最後 昆倫 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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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萬六 今天要賣幾千 三萬九千八 四萬元 見到金是金的 五萬六色 見到都非常之開心 這隻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 鎖 都很漂亮 崑倫 另外 這隻 這隻 是男裝 這隻 現在賣四萬九千八 公價十五萬九 這隻 這隻 其實都是旗仔 不過它 就 好像在旁邊 好 很特別 哦 是的 他用了石子 旗仔 在最邊邊 也是 自動機心 見到金是金的 這隻 折了 都是五萬元 都不用 這兩隻 崑倫 崑倫 也是 將來 那些價錢 將不會 折到這樣 那 為什麼呢 這些都是 一些來莫消息 希望大家 有機會 還買到 一些超筍的大牌子 真的 盡快 最後一天 希望你來 支持一下 一隻 半隻 拜拜